各位 这里有幅图来自IEA 即联合国的能源署 说述是截至2024年为止 每一个国家投资在再生能源 红色那条 和投资在化石能源 灰色那条的比例和绝对值 下面有各个国家 首先第一个国家就是中国 中国的清洁能源投资比起化石能源是3.7倍 欧洲5.5倍 Nord America 美国1.2倍 美国就是2024年之间投资化石能源最高的国家 虽然清洁能源也有1.2倍 为什么我会先排这条线呢? 因为很明显 这就是说的清洁能源投资额在左手边 然后去到其他亚泰国家2.4倍 中美和南美只有一倍 非洲都仍然是这几个地区的化石能源是高的 因为它们比较上发展国家 非洲是1.6倍的化石能源 比起再生能源 慢慢的再生能源应该上去 因为中国继续发力 即使再生能源价格越来越低 其实投资在再生能源 反而可能比投资在化石能源更加划算 不过需要时间 运用到非洲 另外非洲那边 最重要是储能 储能要追上去 所以可能一些时间 中东 大家知道中东是产油区 所以自然化石能源多 它容在化石能源上 是5.4倍于清洁能源 但是这个我相信会慢慢变 我们看到沙特阿拉伯等等 新的黄柱年轻一代的出来 他们的抱负就是 想将自己国家 由一个纯粹资源国家 只是产石油 变成一个多元化的国家 譬如沙特阿拉伯 他们就很着重想搞一些旅游 想将它经济多元化 另外它有一个好处 默卡在它的境内 所以也吸引大量回教徒 去朝圣 这对它的旅游业有很大帮助 另外这边 EUROASIA 就是欧亚大陆 欧亚大陆 不清楚它指哪里 这个就是中国领先得非常厉害 投资的额 也知道中国的再生能源 现在就可以抵消了需求的增加 中国现在的再生能源的投产 可以使得不需要大量增加 发射能源的投资 所以会慢慢慢慢的 发射能源投资会下降 当下降了之后 中国下一个问题就是 如何可以将能源 在各个地方互相之间 输送和储藏上来 刚刚全世界最大的钢电墙 已经投产了 终了上网 可能今晚我们是 风风有谱和大家分享